这是第五张的小厂TF版本 这个是鞋子的一些信息 废话也不多说 直接看鞋 超顶TF版本没有鞋带 只有一张防潮纸 那么和超顶级的TF版本 除了大底上面不同之外 后跟也不是完全一样 后跟儿时之梦的这个字是横着写的 超顶FG是竖着写的 整个鞋身的话也是比较重 超顶TF版本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良心定制的吧 因为鞋面的效果跟超顶级FG鞋面的效果是一致的 有这个五彩缤纷的织物 还有鞋面涂层里面加的一些反光的材质 是这个鞋面看起来比较炫彩多目 那么脚弓内部的CR7的标志 也是一个天然钻石切面的一个感觉 鞋带的设计 跟超顶FG版本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头部 能看到一个很小的CR7的字样 鞋垫 简单的发泡材料 那么右脚 也是只记录了两项记录 对单赛季对所有对手有进球 还有就是联赛最快完成50 150 200和250的进球记录 左脚的话 上面就是一个钻石的标志 C罗的签名 还有是专门为C罗特别定制的字样 相比之下这双TF版本 是我见过的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这双鞋的话现在它差不多1000 1200左右就能买到 而且它的整个专属定制的特征 也是比其他一些鞋要明显的 除了鞋底是个水晶大底 那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以外 CR7的特征在这双鞋上面 暴露的是非常多的 但是鞋楦 鞋楦可能就是普通的鞋楦 比较有的 是比较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